105年中章头苗高阶主管共事 引在地方沿行中心文教大楼举行 四县市进行观光发展策略交流 还有观光论坛 副县长陈振生期待与其他三县市 在交通运输上有更大的合作 尤其是台中捷运将在两年之后完工 县府将会努力推动将捷运延伸到南头 四县市观光发展策略交流 以及观光论坛 由副县长陈振生 彰化县长魏明谷 台中市长林家荣 苗栗县副县长邓贵局 与厂观学界人士参与 陈副县长表示 南头县观光资源得添堵后 由条件成为国际观光热区 期望透过中破市县市联合行销 打造观光知名度 让中台湾成为全国最认为的景点 因为在过两年 第一条捷运台中市就要入城了 入城以后就可以考虑到延伸了 火线跟焦发线的经验 其实也在规划之内 只是我们的进度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所以稍微延后 现在中部市县市集一起之后 中央也比较重视 甚至于崔总统昨天来到会场 也承诺我们中部市县市的七治理平台 他会要求行政院特别重视 相关的一个建设 包括重大的建设 那除了急运之外 其实我们南头县还有高铁 我们的希望从五日 我们从天中延伸到南头 这样子做两个期段的一个交流的话 南头现在未来交通就可以完全扣 台中市长林教龙表示 台中市第一条捷运将与两年后开通 届时可向中央争取 将捷运延伸到南头、彰化 带动中部观光发展 台中的捷运路网 应该要规划往彰化跟南头来延伸 以目前来讲我们有高铁 还有我们把铁路的三线海线 打造成环线的一个捷运 这样子交通方便了 大家搭高铁 然后转捷运 就能台中、彰化、南头 甚至透过我们的大台中三手线 可以到苗栗 所以我们交通列为 我们未来合作的一个最重要的项目 争取重要的支持 观光论坛开场 由建议大学观光事业学系 副教授黄振冲 主讲区域观光发展专题 随后进行市县市观光发展策略交流 以及观光论坛 渔会人员还有市县市高级主管等人 一同参与 未来本县将透过一厢镇、一景点 打造各厢镇特色 让南头观光更蓬勃发展